板超市公主这两天挤满了钱来索取免费春联的民众 但是呢却发生了由女员工跳楼身亡的事件 而当时路过现场的另外一名男同事 差一秒钟就被他给压到了 监视器拍到了这惊险一瞬间 监视器清楚拍下市公所女员工搭电梯上顶楼 之后就一跃而下 整个人四脚朝天 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还差一点压到另一名路过的男同事 我看的时候当时是有一点惊吓 我就是一直往前走了就这样子 声音很大 然后结果我回头看了上面声音很大 然后我再往下看 人间就掉在地上都已经没有动了 事发当时市公所挤满钱来索取春联的民众 现场传出巨大声响 吓坏不少人 跳楼死亡的这名女子 在殡议课服务已经有十年时间 离婚后独自一个人 照顾患有制度障碍的孩子 可能是女员工多年来患有忧郁症 想不开才会走上绝路 这很正常的 还跟同人没有什么情绪暴躁的那种 那种血象出来 所以同人也没有发现她什么异状 市公所员工知道同事跳楼身亡 都表示非常难过 而这名女员工患有智能障碍的孩子 暂时由阿姨代为照顾 平身之后 正北 不安 女员工傻 的